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Sara 嗨 今天呢我們終於要來拍這支Colourpop跟Kathleen Light 一起又出了一盤超大盤的眼影盤 這一盤呢就叫做So Jaded 其實這支影片呢我有拍過一次 但是那支失敗了 但是我在那支影片裡面使用了裡面的一些綠色 就是比較特殊的顏色 然後因為那天就是有人要來家裡裝東西 所以我被弄得非常的分心 所以最後我覺得畫出來不是很理想 我沒有很喜歡 所以我今天想要再來拍一支 然後我今天呢想要畫一個比較秋冬一點點的妝容 那麼今天呢我們其實除了這個So Jaded的palette以外 我們要來順便上這一支Julius Place他們家的粉底液 那像我說的這支影片我有拍過 所以這支粉底我已經使用過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等一下再上的時候 我再跟你們仔細的介紹說他的那個就是質地什麼之類的 我現在呢先把我眼睛的這個打底打好了 但是我現在想要先把眼影盤裡面的就是 所有的顏色都帶一次給你們看看刷色 那他這盤呢 Jaded其實就是玉的意思 所以一開始大家就是他常常會在影片裡面說什麼 大家都以為這盤打開裡面會是綠色 因為玉基本上是綠色 比較多 他說其實就是以寶石為主的主題 那如果你們有看過寶石戰是Steven Universe 這個卡通叫做神奇小卷毛 你應該會對裡面的很多名字都會有一個很特殊的感覺 那我個人是有看啦 所以我個人有很特殊的感覺 基本上的話他們這些都是所有寶石 有紅寶石啦 藍寶石啦 然後就是綠寶石 然後就有很多什麼紫水晶啊什麼之類的 那沒有任何問題的話我們就直接來進入刷色的部分 那刷色的話應該會秀給你們看我那天拍影片的時候刷的顏色 因為那個時候我也有刷色 但是我那支影片就是沒有要用 但是我想說還是把它那個刷色的片段拿來 因為我真的很爛 不想再刷一次 好的 那我們第一個顏色呢是Diamond Diamond這個顏色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鑽石色 這個就感覺是上在眼皮上面你的眼皮會有這種就是充滿光澤的那種感覺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個顏色 顆粒亮片算是比較大片 不是那種金屬色的那種有光澤型 它是這種有點亮片的 如果你們看得出來的話在螢幕上看得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是Rose Court Rose Quartz的話其實就是有點比較偏粉色的 我不知道Quartz是什麼意思 但是就是也是那種寶石的一種 那Rose Quartz這個顏色呢其實它沒有到非常非常的粉色 但是得說這是一個有點偏粉的那種棕色 我覺得我很難解釋 這個顏色我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解釋 但是我覺得這個顏色就是很漂亮的一個transition shade 好那下一個呢是Ruby Ruby的話就是紅寶石 紅寶石它是一個不是一般的金屬紅色 但我個人覺得這個金屬紅色可以再更顯色一點 它比我想像中的還不顯色一點 但它裡面有那個亮片就是在裡面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為這樣它才不顯色 感覺比較乾一點 然後再來是Royal Jewels 我不知道Royal Jewels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應該是我會常常拿來當transition shade 就是那種中間的那個漸層色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會蠻適合的 然後接下來是Floorite 我不知道怎麼唸 接下來這個顏色 接下來這個顏色呢 那個時候我看圖片的時候我每一張都有去查 然後它就是看起來有點點 一顆石頭然後裡面有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就像這樣子有點灰灰紫紫的 然後怎麼講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反光 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呢是Moonstone Moonstone這個顏色超美 我告訴你這個就是這個眼影盤裡面 這個Moonstone這個顏色真的是神美麗 它就是真的很像應該就是月光石嗎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但它就是一樣就是有點香檳的金色的那種石頭 但是裡面有帶一些就是藍色還是白色的光澤 然後接下來是My Precious My Precious的話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 一般的那種膚色 那但如果你們沒有使用過colourpop的眼影的話 colourpop的眼影就是質地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像這種膚色的顏色很常在外面的眼影盤就是抹一抹 然後就消失了 這個的話是會真的有一個顏色在這邊很顯色的那種 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你還沒有試用過colourpop的眼影的話 你真的可以去試試看我真的覺得超讚 好那麼接下來呢是Sunstone 它的名字就是有點太陽石的感覺 那其實它就跟太陽石的那個顏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接近 就是橘橘的然後這樣橘中橘中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呢是Pearl Pearl的話就是我們珍珠 那它的話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顯色 然後也是有一點點小小掉粉的那種感覺 其實這種顏色很常出現在很多眼影盤就是那種香檳色的感覺 我知道我後面很亂 好接下來是Citrine Citrine呢我查過了以後它是一顆黃色的石頭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Citrine應該要是那種金屬黃色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這種有點芥末黃的霧面色 所以我很開心它的Citrine並不是一個金屬黃色 這個非常非常的顯色顯色到傻眼的那種 那接下來呢是Garnet Garnet的話是比較偏暗紫色紫紅色的那種就是深色 非常非常顯色 然後接下來呢這個是Amitrin Amitrin我也不知道這個顏色 不知道它怎麼樣 它其實有點灰紫色的感覺 這顏色也是挺美的啊 是一個霧面的灰紫色然後裡面有帶亮片 而且亮片還蠻大顆的 我是不知道相機上面看不看得出來啦 但是就是你本人可以看到它那個亮片在那邊閃亮亮亮晶晶 但是如果你有看神奇小卷毛 Steven Universe的話 我自己最喜歡裡面的角色叫做Paradar 然後Paradar這顏色也是超級無敵美 所以我在上一個眼妝有使用到Paradar這顏色真的是神美 你看超級無敵顯色 然後接下來呢是Ura Gem Ura Gem這個顏色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偏珊瑚的那種顏色 這也是一個很漂亮的Transition Shade 我自己很喜歡 那接下來呢是Topaz Topaz啊這個是裡面唯一的兩個亮片色 大亮片 不建議使用在眼睛的區域上 我覺得他們這樣其實蠻炸的 他做這個亮片色其實就是想要放在眼睛上面 但是他先在你的包裝上面跟你說 就是不建議用在眼睛上面 所以你如果用在眼睛上面出了什麼問題 是你自己的問題 因為他的包裝上面好像都有警告 我來看一下 Not intent for use around the immediate eye area 所以就是自己小心一點 好那這個顏色呢就是一個非常漂亮非常閃的那種 就是 其實他有點讓我有點複雜 裡面啊我亮片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金色 我有看到黃色 我有看到偏綠的黃色 然後也有看到有點像銀色的 就是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一個亂七八糟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是Tiger Eye Tiger Eye的話好像也是一種石頭 我有點忘記長什麼樣子 但其實應該就是跟這個顏色差不多那個石頭 好那麼接下來是OPPO OPPO這個顏色我非常的美好 這支影片拍過的那個妝有使用過 我都會放在螢幕上給大家看 他就是個非常非常漂亮的閃 閃閃亮片 但是一樣他也是不適合上在眼睛上面 因為會掉到你的眼睛裡面會很痛 有時候會刮傷眼睛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打算要用在眼睛上的話 在傾斜的時候千萬一定要小心 接下來是Aquamarine Aquamarine我上一個妝的時候 我也有使用在我的眼睛上 這顏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是一個非常美的金屬淺藍色 我整個當下就是一個愛上 好的那接下來呢是Geodude 就是有點怎麼講 這有點像嘔吐的顏色 我只能說這個看 我也看到他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嘔吐物 但這個顏色感覺就是 上在眼睛上會很漂亮 那接下來呢這個是 Carnelane Carnelane 我不知道怎麼唸 但這個顏色 喔超美 他超級無敵顯色 然後暈染度 延展度非常非常的好 不卡色 完美 這顆完美 然後接下來是Stone Stone就是 石頭嘛 那Stone這個顏色就會有點卡卡的 因為這怎麼說 他是灰色 他以就是 眼影來說已經沒有很卡 就是他 當然我剛摸完 剛剛那個橘色 再摸他就會覺得 嗯 不太一樣 好那再來是Jasper Jasper的話 一個偏 這種中紅色的石頭 也是很漂亮 Jasper這個 這一顆眼影 非常非常的顯色 嚇死人 然後接下來呢 是Turquish Turquish 我在上一個影片也有使用到 顏色超美 而且也是超顯色 我記得在眼睛上很好上 然後這顏色就是那種 湖水藍綠色那種感覺 超美超美 好接下來是ONXY 他就是一顆黑色的鑽 呃黑色的寶石 然後裡面有一些白色 就是有一些混色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他這顆顏色其實做的滿美的 而且這顆顏色超級適合拿來當煙燻妝 你看你的煙燻妝裡面就是要有點這樣子的glitter 就超級漂亮 好接下來呢是Emerald Emerald的話就是那種綠寶石 這個顏色就是非常 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金屬色 它是金屬色裡面有帶亮片的那種金屬色 如果說像是Pearl的話 它就是完全正常的金屬色 但是這個的話就是有金屬的帶亮片 你們聽得到外面的那個一百小姐嗎 就是他都會在外面叫賣 然後他都會說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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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們在我的影片裡面有聽到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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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你就可以說我今天也有聽到一百小姐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今天這盤的就是名字叫做Jade 這個顏色呢是那種比較深色一點點的玉 不是那種你知道有一些玉是那種淺色的玉 欸其實我有看過這種顏色的玉欸 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玉 就是毛中寶石超美 接下來呢是Alexandrite 完全不知道 他的話這一顆我對我上一次在刷色的時候我就覺得他讓我有點 meh 就是有點乾 這感覺是要用手指上才會漂亮的一個顏色 我現在用手指上都已經覺得有點 有點失望了 好接下來呢是Smokey Court呢 是有點煙燻的那種寶石色 這個顏色超美 如果要化煙燻妝用這個顏色真的是美到炸掉 你看在手指上跟在手上都超級無敵美 接下來最後還有兩個一個是Amethyst Amethyst這個顏色就是超美 他就是明明剛剛有一個顏色也是紫色 這個顏色是比較亮的紫色 這個紫色就顯色超級無敵多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Sapphire 是一個超級無敵深的藍色 他這次裡面沒有那種就是深咖啡色 就是我看他的深藍色好像是變成要拿來當深色的部分 但這個藍色也是很漂亮 我其實也好奇他的暈染程度會不會很好 因為藍色這種顏色原本就不是很好做 然後又是霧面的 所以我好奇 好呢那我今天想要來化一個Halo Eye 第一個呢我想要來用用citrine這個顏色 這個是有點芥末黃的那種顏色 這個citrine這個顏色 我想要先把他從最邊邊這邊開始上起 好我就是直接把他當成一個transition shade 就已經把他直接上了上去 因為我之後還在等一下會再加深 我覺得這顏色是蠻美的 我先用myprecious這個就是 就是膚色亮膚色的顏色 來把這邊暈的再更乾淨一點 把他們真的很漸層進去 想說這個都還可以再加 接下來使用garnet這個顏色 這邊 這樣點亮一下 喔有沒有馬上就有紅色出現 然後先把它控制在眼尾的地方 有 顏色調不住喔你看 有點卡卡 我覺得沒有很順 就是有沒有這邊中間上面有點深 然後這邊有點卡卡的 怎麼會這樣 那麼接下來我回到剛剛第一支刷子 然後回到剛剛那個黃色的顏色 在他們的外圍再暈一下 要讓他們有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不是只是兩個色塊 這邊都是沒有卡色 這邊卡的蠻嚴重的 打野番組是 這邊沒有卡這邊有 那麼接下來的話我想要來使用 Jasper 這件顏色都ok 我再來上內眼頭的部分 這個顏色其實就有點像garnet 不過再不紅一點 它有點像深棕色的感覺 喔這顏色有拯救到的感覺 補上去沒有卡色 好接下來我要再用到 Morphe的M506 然後回到garnet的顏色 然後上我們裡面的這個部分 我要做一件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危險的事 我想要加這個藍色 在眼尾的部分 希望可以再把它加深一點點 因為想說它們混在一起 應該會變成一個很深的咖啡色 好像有欸 喔有欸 好可以這樣混色 有趣 最裡面的地方 那我就在進入我們暈染刷的部分 然後我要再進入剛剛我們satrine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黃色 把它暈出來 好我想要上一點點moonstone 在呃正中間的地方 oh my god你有看到這個顯色度嗎 我沒有噴定妝噴霧 ok好那我現在要來上一下我們底妝的部分 因為我個人是都要先把我們的就是下面這邊的遮瑕什麼東西都上完 我才有辦法去完成這個眼妝的部分這樣 好接下來呢回到這個地方我們就是要來上我們的粉底液的部分 然後你們有看到我眼鏡有戴上隱形眼鏡 看起來有點像湯阿湯 但是對等一下我們就會變漂亮 ok那接下來的話我們要進入Juvius Place這個粉底液的部分 如果你們有聽過的話 Juvius Place就是一個超級無敵 遮的粉底 你看它的質地非常非常的厚 我這樣擠一坨它都沒有要流動的意思 對 那我現在的話先擠一點點 因為我那天其實擠太多了 剩下超多 浪費掉 那我這個看起來 這只是一小坨而已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先把一邊的臉上 這樣這樣這樣 本撲 天哪 每次上都會被驚艷到 OMG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這個速度 好可怕 哇 哇賽 雖然我還是可以看到我的雀斑 它不是那種 我通常是要再上個粉餅才會看不到雀斑 但是OMG 來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這邊 拍兩下就直接 這延展性是 結果還是有剩欸 要把它剩的就直接堆疊上去 還真的不知道疊哪 遮瑕膏是要上還是不要上 我現在好confuse喔 我還是上一下好了 這是我的習慣 這是Morphe的 1.65 Morphe的遮瑕 超好用 超好用 真的不開玩笑的 超好用 然後 我非常生氣的時候 買了兩個顏色 其中一個消失了 你可以買一條這個當遮瑕膏欸 超大條遮瑕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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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我要來用瘦瘦狼的小布丁刷 然後然後來上臉的其他地方 其實貝殼不用在上面太久 天哪好久沒有貝殼了喔 我下面來上一點點橘色好了 這邊有剛剛這個橘色 不知道它怎麼唸 我就拿出來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橘 然後我想要再上在這種邊緣的地方 然後拿我的Morphe 456 那我再拿一支 目前是乾淨的刷子 然後來沾You're the Jam 這個 然後 暈在一起 好的 那這就是我們就是 下眼影的部分 要再加一點 我想加個Pearl 想說打亮一下 可以多用幾個顏色 就多用幾個顏色 好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來先把我們眼睛的部分弄完 我們再回來臉部的其他部分 對 所以基本上 我今天妝就是長這樣子 OK OK 眼線 夾睫毛 放上去了 但我現在臉看起來有點死白 我剛剛Bake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 我其實對 我對Bake只知道眼下 下巴這個地方我剛剛只是 只是想試試看而已 所以我現在看起來有點奇怪 但是什麼 請讓我噴一下定妝噴霧 這個是Mina的定妝噴霧 其實我沒有想好 我應該要先 我應該要先上完修容什麼之類的 再來噴才對 私側 好的 那我們要來上一下 我們修容的部分 今天的修容我要來使用這個 這個的話應該有放在title上面 應該蠻多人想知道 Hourglass他們家的 ambient blush quad ghost 我不確定這是不是修容色啊 我應該會把它拿來 就是有點類似修容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上一點點 默默的給它來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試試看 看不太出來 這個應該是修容色才對 這看起來不太適合 拿來當腮紅色 這有點偏 咖 呃 棕色 所以就是 有沒有 這個顏色其實很美 上一個在這 OK 我想要來上這邊這個 比較自然的顏色 啊包裝的話 上面有很多那個指紋 不是很想讓你們看 你們大概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就好了 但這真的蠻美的 這種比較自然的顏色 喔 還是會上太多 got it 這顏色比我想像的還要再粉一點 我以為會再更裸一點點 打亮的話我還是來使用 我最近很愛用的這個Flower Beauty 它的話就是很閃 但是又帶自然 怎麼講 你懂嗎 OK 這還是很亮 所以我們就這樣問 超亮 但我沒有要上太多的意思 好啦 這對很多人來說 一定是 已經太多 但是對我來講已經算 修煉 修煉 我沒有讓整個臉 看起來很像油光 就是 爆發的感覺 又不錯 我喜歡那盤打亮 超級讚 那就是我們這個眼妝 我的眼妝的部分已經完成 你有發現嗎 眼妝 其他東西都好 那我們來上嘴巴 我想要來上 這個 這是Pony Effect 他們寄給我的這種霧面的唇釉 我來挑個 我來挑一個這個淺色 先來擦擦看 這個是5號 我喜歡這個顏色 很美 另外一個聲音也是8號 差一點點在中間 有一個很微微的漸層的感覺 超級美 我好喜歡喔 這個combo 我喜歡 好了那一擺一擺 我真的是 趕快影片做個結束 讓他們不要再影響我的影片了 我的天啊 那基本上的話 今天的影片其實就到這邊 妝感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的皮膚 現在看起來 尤其是噴了定妝噴霧之後 看起來就是很 我喜歡的妝感 你們如果知道我喜歡 就是那種厚 但是又服貼 然後又不會太誇張的那種妝 因為有些很厚 然後臉就會看起來好像快要掉下來 但是這個就是很服貼的那種 尤其是我這邊 皮膚狀況 當然皮膚狀況比較好 這塊看起來超美 這邊我皮膚狀況比較沒有很好 就是看起來有一點點 呃 它會顯一點紋理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OK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一盤 這一盤的話我自己很推 爆推 雖然像我說你們有發現 我在上Garnet的時候 有一點點卡色狀況 可是另外一邊又沒有卡色 所以跟我的眼皮的情況 應該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盤 非常值得你購買 除非你是不喜歡大盤 沒有辦法放到包包裡面的人 你應該不會喜歡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大盤的人 我覺得這盤超級值得 你們購買 像是這個Hourglass這個 我也覺得很美啦 但是它很貴 你如果要問我值不值的話 我會說 看人 看你怎麼覺得 但是就是我覺得 如果往回走的話 我可能不會買 就是假如說今天它不在 然後我的 我應該是1500吧 我的1500還在的話 我其實會蠻開心 你懂嗎 最後一秒拿出來用的 這個真的也是很好用 那麼 基本上今天的影片 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喜歡 類似像這樣的影片 也就是嘗試 就是眼影盤的部分 然後今天的這個眼妝 我個人是覺得啦 嗯 我滿意多了 嗯哼 那麼 就這樣子 基本上今天的影片 其實就到這邊結束 不要忘了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然後不要忘了訂閱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